范依菲 李友 姜綿恆 還有王仁哥 在那塊兒說2015年 說你看他天天反腐抓人 怎麼樣怎麼樣 2014年 25年 忘了 綿恆你怎麼看 綿恆說抓呗 抓了就把他們都抓了 范依菲給李友說 他就說習 他說你記住 習這小子會玩的很瘋狂 但是最後習一定會被姜家給做掉 他有岐山有孟吶 有監國吶 所以說你看看 當時王岐山 孟建柱上去 范依菲都最早知道 農行有個郭樹清 郭樹清是要當常委的 不是金政治局啊 郭樹清是王岐山絕對罵仔啊 郭樹清就罵習 就到處去 就說習這個傻貨他弄個屁啊 然後就罵習就對彭人員看不起啊 那就不是一般的看不起 所以這些人 七哥都是2017年說的 被抓了 你知道范依菲被抓是什麼 范依菲 郭樹清都是操縱海外 所謂大額大額交易 石油 操縱海外人民幣了 現在要換另外一波人了 也得給習表忠啊 我要弄兩下上去啊 擱面杖子得晃兩下啊 假象永遠是假象 如果你跟著假象玩 你跟著假喊兩聲上高潮 你就跟著自己嗨了 那後果很嚴重 因為那是假象 世界的經濟的冬天必然到臨 而且人類上前所未有 沒有一個國家能躲過去